今天中央公布本土案例是六千兩百九十五 其實我們臺北市是一千三百零二 這個疫情已經散開了 而且到今天臺北市已經破千一千人 我們把每天的這個數量填進去 用模型去對 如果我們不做任何動作 估計到了五月四號 我們大概案例會到五千 然後到五月七號變成一萬 如果每天確診五千例 人家做PCR都有困難 當案例多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連那個確診者都不准 因為會很多黑數 為什麼? 因為你做PCR的量能都沒那麼高 所以很多會確診的因為沒有做PCR就沒有測 如果案例一直增加 所以當數量高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我們被迫會 就是只有處理臨床重症 那時候就真的不疫調不匡列 連確診者也沒辦法追蹤 那如果到一定程度 必要的話 我們還是會 暖性封城 就是說這個 還是要降低整個活動 那個 那個 activity 我發現 我們現在老百姓還蠻 蠻樂天的 看餐廳什麼都客滿 現在大概看起來像以今天為例 你知道嗎 我們十二個行政區 已經有八個都 一天的確診案例超過一百個 很均勻 在每個行政區都有 已經是風火遍地 可以這樣講 比較讓我擔心的是這樣 我們有七個社區免費的PCR採檢站 到昨天已經到了4384人 可是那個陽性率你知道 從一開始的時候0.1 一路一直爬你知道 到現在到昨天已經到7.4% 篩檢的人數增加 陽性率也增加 這是一個不好的指標 比如說 這在社區裡面的 應該這樣講濃度 感染的濃度越來越高 昨天中央公佈3加4 你知道 我們盡力去想辦法去 去執行這個命令 所以我知道有困難 我還是要先讓那個 醫療跟防疫相關的系統 不可以垮掉 所以這個要有特色原則 就是說 凡是跟醫療跟防疫相關的 就算你確診者旁邊要居家客 要被匡列 還是可以繼續上班 但是就用這個 快篩代替隔離 就一兩個真的確診才退出戰場 其他繼續作戰 這個命令是這樣 所以要用這個 要用這個原則的 還是用那個打滿3劑的 所以我們要希望說 打滿3劑的人 12537類 適用這個新的規定 因為我要確保我們 台北市的醫療量能跟 防疫量能是可以保持的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 就算人家來開支 自判人家 再次可以進行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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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